吃完了凤梨,接着来喝红茶 东山茶农将夏季的茶叶全部改装红茶 经过了两年的推广,接着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由于茶农报名相当踊跃 农会今年举办了第二次素心红茶评件 透过分级包装建立品质 也为茶农开创更多的收益 而红茶也预计在8月份上市 原本不被采收制作的夏茶 因为技术福岛制作成为东山素心红茶 走出了新商机 参加评件的茶农也越来越多 继之前夏初时 办理过了一次东山素心茶评件之后 今天农会办理第二次评件 共有110点参加 聘请茶叶改良厂红茶专家 秋锤峰博士担任评审 针对外观、茶色、香气等等来进行评分 并且分为三个等级 借由分级包装来提升品质 这次我们差不多710点左右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分键 给生已经为一粒一粒三粒rogram 在后面保障好的費用来 rok 我想我們非常感謝 秋庫克斯在每一次品質 都會來為我們做品質 我想現在的農產品 最好快的是品質 用什麼品質沒有什麼介紹 所以我想我們農產的作品的好朋友 大家有好的技術 希望能夠做好的品質 提供給我們的社會代表 尤其我們提供的安全 健康、清潔的農產品 是很適合 因為這些農產品 過去整年都沒有做 因為都做春茶到冬茶而已 這兩年來 我們總幹事不理會 先對這些農產品幫忙 提供紅茶 還有這個褲子來技術製作 覺得說這些農產品 就算是 只賺這個社會 不然這兩年都沒有做很可笑 農會強調參與評鑑的東山樹芯紅茶 都抽樣送SGS 農藥殘留檢測 通過檢測之後 才會在8月包裝上市 全發酵的東山樹芯紅茶 經過近兩年來的推廣 以及技術的精進 為東山茶農開創出新的生機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